明天早上8點我們要開始第二波的網路登記 這一次我們也是這樣 我們也針對我們第一次的一些網路登記的缺點 也要做改善 第一點我們這次請醫院提供他 在18、19、20、21、25天你知道 他每天可以打疫苗的時段 還有他可以打的人數提供給我們 他細到每小時 其他的話我們再把它切到每半小時一個時段 所以按照他每一個每半小時時段可以打多少的提供給我們 我們在預約的時候再給他填進去 所以這次就會更精確 所以要跟大家來講 我還是鼓勵大家上網預約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次有進步了 我們就是 你上網預約的時候我就直接跟你講說 你是預約在哪一個時段 而且精細到 半小時的程度 所以你說那個時間來就可以 所以如果你是 9點到9點半 要報到的 你就不用 照上6點來嘛 這個既然沒有必要 你在那個時段來報到就可以 OK 所以 你預約到什麼時候 你就什麼時候來 那預約有什麼好處你知道 因為也方便每個醫院去準備疫苗的數量 因為都是預約的嘛 他就可以準備好人力 打疫苗也要人力啊 疫苗的數量 打疫苗的人力 還有一些 甚至連酒精沒要準備多少 都比較好預算 所以 所以預約制你知道 無論怎麼樣都比那個 完全不可知的 要好 所以拜託大家 盡量上網預約 當然我也知道啦 我們明天是開放到 80歲以上 那這次我們就有進步了 不管 是不是涉及在台北 只要你是住在台北市的 不管你是涉及在台北都可以上網預約 因為我們整個用附診系統來查就可以 那所以 這次改進的地方是我們 那個時段 矽到用半小時當單位 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是 用每個醫院 提供我們的時段 我們來設計 要給你填 所以會比較 符合醫院的 需求啦 也讓你有充分的選擇 你要選擇哪個醫院 哪個時段 矽到半小時 另外這一次不管涉及不涉及 只要在台北市居住都可以打 還有一點 我們從明天上網預約 明天早上8點 兩天的時間 到後天 明天後天後天晚上8點 截止 這次截止以後 我們因為是有上網有預約有身分證字號 我們就會把民政系統 把這有預約的扣掉 意思就是說沒有預約才會收到通知書 我們禮拜天再給你通知書 這樣你就不會覺得說 奇怪我預約為什麼要收到通知書 所以這次 有預約的 我們就把你扣掉 你就不會收到通知書 我們還是 非常非常的鼓勵大家用預約的 因為預約還是比較方便 另外我們這些場地也會做改善 如果來真的有排隊的現象 就發汗我們排給你 就先進去教室休息 不用在外面排 然後慢慢的 日本那個什麼 美宇美廳 美宇廳 反正那個打的方式 我們也會 按照 但是這樣 一定就是最好不一定 因為每個人都有 每個打的地方都有 他認為他最適當的 可以參考 如果他們 注射地人認為這是比較好的方法 他們就採用 如果他們認為 原來的方法更好 那我也尊重他們 所以結論是這樣 明天早上 8點 上網登錄 凡是80歲以上的 還有65歲以上的原住民 不分涉及適合在台北 只要有在台北市居住的40 就可以上網預約 拜託大家盡量上網預約 我們現在預約一天看看 當然講說如果 到時候還有剩下 因為我們不知道都80歲以上 到底多少上來預約 有剩下的 也許我們 到時候再開放 往下的年齡 因為疫苗就這麼多 對不對 他們就從長者優先 有剩下的 在年齡往下降 所以我們這次就 80歲以上 原住民是65歲以上 拜託大家上來預約 謝謝